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玩具GV真是第十集,第十集 介绍新品牌,新东西 也算是新的,不过如果大家有玩开1比18的玩具 这套就对了 TA的品牌就不是新的 系列叫Ostrich Express 我看了一个细节 Ostrich Express Ostrich Express 系列或牌子的名字 你要问是哪一家公司 TA 今次看到他们的包装盒都很贵 完全用了一个纸皮箱的设计 可以绿一圈 上面其实如果真的要开 你真的不用开这里 当然在下面 稳定一点 旁边就会有本身今次 这个产品 这个系列的四件产品 不打算全部开 不过就开了其中两件给大家看看 对了,其实它就是ABC的四样东西 一边拌乱 颜色,转配合 它里面包括油桶,木箱 酒瓶,酒杯,木框架 或者装窗的木箱 对了,我现在就放在这里给大家看 最主要的配搭 就是木箱 两支酒 两个酒杯 以及一个类似的 我觉得也是叫酒瓶的 装威士忌 另外比较大的配套 就是一个横向三格的木箱 这些像是装窗械的 这个类似Storage 就是装窗械的箱 开不开得到的? 不开得到的 这个不开得到 对了 开得到 开得到 没错 所以我马上试一试 可以装回窗 对了 另外就是木箱 这个可能不可以 开得到 开得到 反而我自己觉得这个木箱最常用 比较方便去搭配其他东西 把酒箱全部都开得到的 全部都可以 对了 配Axid Ring 最適合 对了 没错 它本身也跟Axid Ring 因为你本身木箱 某程度上都有不同尺寸 对了 所以你可以配搭其他东西 这个木箱 这个纸皮箱 可以装置1比6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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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如果你放1比18 油桶高到差不多 深厚 一个大油桶 大油桶和小油 相对小油 对了 所以变成多一个 如果大家喜欢玩情景的组合 1比12也好 1比18也好 当然最理想1比18 因为你本身这些酒瓶 你想拍得挺难的 哎呀 慢慢 是很小的 有些酒杯 那些 好了 大家最关心的时间就到了 每盒多少钱呢 70元 70元零售价1盒 大家可以留意 麻烦Wiki拍摄近镜子 这里 其实它一盒有4套 4盒为之全整套 但每一盒就70元 那里面有什么呢 就留意图仔 通常有几件大东西 然后有些小东西 三件大六件小 但你是知道里面是什么 是吗 或是盲盒王 不是盲盒 就是淘哥的组合 ABCD 你怎知道是ABCD 这个是一个好的问题 它会不会圈了给你呢 我想到期 在这些照计不会盲盒 暂时不清楚了 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但70元后 将会上市的 各大公司 各大公司 很多间都可以卖 至于那个牌子 我想将会有些很刺激的东西 因为我曾经在节目中说过 其实未来四五月 可能会有一个展览 会出现 当中可能会有 Diacon Acerin 的东西一起搞 做了两个新牌子 希望他们能够顺利 举行这个展览 拭目以待 没错 这个是非人正的系列 够钟了 对 好 今晚真的玩了这么多 没错 下个星期四见 好 是的 周六 周五已有玩具展 有个 玩具展 叫做 D2 在长沙玩 D2 D2 是 收藏家 是 好像有超宗要塞做主题 是 是 没有 去看东西 是 没关系 对 你想做直播吗 不是 不是 那没有东西看 不知道 看一看 大家留意一下 周末有一个单位 会搞一个 类似 收藏家 天悦广场 收鸡湾有什么 那个好像不久 开松河 就是西湾 是吗 好像星期六 五六 我打得乱了 总之就有玩具 好了 再见 拜拜